关于收获操作的第五个操作 我们称之为叫备份与还原 那么这一点的话 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把标题也给你标一下 重点 这块对于我们的运维一定要会 而且还不能有半点麻糊 必须得会 备份和还原 因为这两个东西很重要 备份为什么要备份 防止哪一天数据库突然坏了 这个备份操作开发一般不管它 开发它只管往里写数据 读数据和写数据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定期备份 至少一天得备份一次 到时候就得涉及到一个计划任务的问题了 所以备份一定得会 要不然你的计划小本你不会写 那么先看第一个备份 所谓备份就是把原有的一个东西 再给它拷贝一份 然后拷贝一份 然后放在地方存着 那万一哪一天 那个坏了 坏了没关系 我这还有一个备份 其实刚才同学说的好 其实相当于备胎 的确 坏了之后 还原一下 我把备胎装上去 也就是备份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备份在MASOVA里面 常见的备份有三个 常见的有三个 这里面的话 我们只说常见的 不常见的挺多的 不常见的 如果全列出来 大概有十个 但是那些咱就不用管了 咱就看这三个常见的 常见的三个 一个叫全量备份 所谓全量备份 就是我们刚才在这里面 有一个叫修 data bisets 是吧 是不是有三个数据库 所谓全量备份 就是把修 修data bisets 这个命令 能列出来的数据库 全备份了 所以称之为叫 全量备份 你也可以叫全部备份 那这块 我们后面写了个命令 这个全量备份 是指既备份 我们数据表里面的数据 又备份结构 这个怎么去理解 那么假设 我这一块 也有这个数据 也有数据 行 那么往后拖 拖一点 然后这一块 也有数据 往后拖 然后这一块 一吧 往后拖 行 那么所谓全部备份 也就是数据加结构 意思就是 上面这个 表头 我也给它备份一下 里面的数据 也给它备份出来 就是所有的东西 都备份出来 然后呢 除了这里面 列出来的 还有没列出来的 比如说全量备份 只备份数据的 全量备份 只备份结构的 但是往往在 实际公众的时候呢 这两种单独用的形式 不多 为什么不多 如果说 我只把数据备份出来 那好了 那你下一次 看到这个数据 比如说我新建一个 还原了一个数据表 完了 第一列是啥意思 不知道 第二列是啥意思 不知道 这个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所以一般我们备份 很少情况下 会直接备份数据 因为没有表头 你不知道啥意思 然后第二个 如果说只看表头的话 那如果说 我把表头给拿出来 自把表头拿出来 就是只把结构备份出来了 行 那到时候你一还原发现 没数据啊 对吧 你数据库是不是只要保成数据的呀 结果你一还原只有一个空白的表 那也没啥意义啊 备份也没啥意义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操作 我们在这里面就没有列出来了 因为实际用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会这么用 最常用的还是数据加结构 全部备份出来 叫数据加结构啊 然后呢 命令是 注意这个警号 警号是在哪执行 在inux命令行下执行 你千万不要把这个命令 直接拿着来执行啊 不要来这执行 所以这边呢 我们就得出来了 警号开头 在这执行 叫mysoco dump mysoco dump呢 是mysoco装好之后 自带的一个可执行程序 是mysoco自带的一个可执行程序 它的地位就和mysoco是一样的 mysoco也是一个可执行程序 然后-u root -p 密码 这个时候这个密码就得迷文了啊 没办法了 它不会说 你再给你来个回车 还这么着的 因为这个密码这块输入呢 是我们呢 需要在你按下 整个命令输完之后 按下回车之后 它才自动备份 不是说你先输入到这 然后呢 再说123456 再指定路径 这个呢 不会这么做 因为以后呢 我们在输密码的时候呢 是让脚本去做的 脚本不可能说 先给你手动按下回车 如果是脚本跑的 结果你手动还要按下回车 那这个脚本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所以这个密码一定是明文密码 写进去之后呢 这边呢就表示 我先通过mysoco dump 先登录到我的数据库 因为备份不是任何人都有权备份的 你只能通过用户认证之后 你才能去备份 那么进来之后呢 你得告诉他 你要备份 备份什么库啊 后面有个-a -a a表示 表示全部的部分 全部数据库 然后这个符号 咱应该见过 输出重定项嘛 就是把前面的这个输出 然后呢 放到一个文件里面去 是吧 对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需要记的呢 其实只需要记这一部分 因为这一部分对我们来说比较陌生 后面这个的话 咱前面一直在用 一直在用 保存到一个文件里面去 这个呢 称之为叫全量备份 然后呢 后面的话 还有指定数据库备份 如果说我只想指定备份某一个数据库 比如说 这个时候这个mysoco数据库 我觉得就没有意义 我干嘛要不问他呀 这是系统数据库 又不是说我做项目的数据库 那我就不用存他 OK呀 不存他可以 假设三个数据库 就test对你有用 行那你就可以指定存test就行了 那么指定怎么指定 mysoco 当款-uroot-p密码 这地方是一样的 这地方是一样的 然后-a就得换掉了 -a本身表示全部数据库 本身表示全部数据库 那现在我想指定库 行 你把库的名字往这一起 就可以了 然后后面也是一样的 这个是指定库 但指定库呢 它也区分指定库的结构和数据 我们在地方看的这个命令 也是数据加结构 也是数据加结构 不是单独的数据 也不是单独的结构 是都有了 都有了 所以这块如果再猜分的话 又能猜分从两个命令 那这样的话 本身两个命令 其实就完全可以变成六个命令了 但是那样的话 咱记的这个成本就比较多了 所以大家只记的时候 只需要记全部的这种形式 数据加结构 单独的数据 单独的表格 不需要去记 如果你真的什么时候需要用了 百度 对啊 比如说这个A 如果说只想记其中的 假设只需要记这个数据 你再加个-T -T就可以了 加参数就选了 但这个东西呢 咱就不要去记了 然后第三个呢 叫多个库的备份 那么指定一个可以 那我也可以指定多个 多个前面也是一样的 后面呢 就变成了 Data Bizze 多个嘛 多个只有复数嘛 然后后面指定一个库 两个库 这地方呢 除了用DataBizze 有的地方呢 有的网站上资料还写着呢 可以用这个大写的 杠币 杠币也行 那杠币 为什么我们这地方没有写杠币 原因是我还是想让你们记住这个单词 叫DataBizze 数据库 一定要记得它 叫数据库 因为杠币的话 它表示这个含义 还真不好表示 但是DataBizze 你想着备份数据库吗 备份数据库吗 DataBizze 这个很容易联想出来 杠币不大好记 然后后面呢 就是备份文件的路径 备份文件的路径 文件格式一般就是 DataBizze 就是 随便这么一个文件 DataBizze 就行了 DataBizze 就行了 就是把它 以Socall文件的形式 这个是Socall文件 专用的格式 Socall语句的专用格式 其实呢 也就是相当于 相当于 把我们 这些语句 放到了一个文件里面去 那组成这个文件 我们称之为叫 Socall语句 Socall语句 买Socall是能直接读出来的 不需要去修改的 所以建议是 备份成Socall的这个格式 当然网上呢 也有一些 其他的案例 比如说 他给你备份成了 什么什么 点 贴 点 GZ 就是给你做了压缩 但是这个压缩包里面 放的其实是Socall文件 这样也行 这样也行 这样的话 对于一些大型的 数据库的话 你用这种方式 的确能够节省吃饭空间 打了个包 打了个包 给你做了压缩包 对对对 就是在后面这地方 给它写好了 加上一个这个名列 TR 加上个TR 保存TXZ 就把这个Socall改成 TXT不就得了 但是我告诉你 一般情况下 Socall语句 不会保存TXT的 不能执行 不能执行 那你何必呢 本身放在一个文件里面 文件不是又 后面不是又导出 备份还原吗 你还原的时候 买Socall能直接识别 Socall文件 但你整整TXT 你多累 TXT和Socall 你打开之后 其实发现形式 其实差不多 都是文本 但是一个能识别 一个不能识别 所以我们建议 还是导出成Socall文件 待会我们这地方 有个压力 然后大家可以 一起来看一下 多个库备份 它也区分于 数据和结构 但是我们要记得 还是只记 数据和结构一起 然后三个命令 如果说一定要选择 一个作为经常用的 那我建议大家 看第二个 就是标红的这个 指定库的这个 我们也很少会说 把多个库文件 导出成一个Socall文件 可以啊 那干嘛不记第一个呢 因为第一个用的多一点 我干嘛要记第三个呢 是不是 算这个就没有意思了 意思了 咱记的时候 还记这个 指定单个库 这个用的场景 稍微多一点 指定第二个就行了 指定备份一个库 行 那这块呢 我们来写一个小案例 当然这个案例呢 其实也就是 今天晚上这个作业了 但是这个作业 不要认为 我现在这个地方 讲了之后 你就不做了啊 早上还得做 看一下案例要求 每一分钟 自动备份一次 test的数据库 那这个案例 咱先放一下 咱先把备份全库 给你看一下 因为它备份一个库 备份两个库 感觉有点像 但这个库呢 这个东西呢 虽然说咱不怎么常用它 也先试一下吧 先备份一下 全部数据库 Mysoco DOMP DOMP -U ROOT -P 密码 我找一下啊 至于当时为什么 我把这个密码 因为想去网上随便搞一个窜户来呢 怕你们看 怕你们看 因为我的密码是 所有账号都那个密码 一块都得换 太麻烦了啊 这个密码不是啊 这个密码不是 是我Ninux默认使用的密码 行 然后后面的话 -A这个项啊 不要丢了 -A表示全部 然后导出 导出的话 至于导出到什么地方 这个无所谓啊 导出 假设它起个名字啊 叫 Surcal 然后下网线 -2018-04-06-1609 -Surcal -Surcal 一般我们在导出的时候 都会把这个文件名 用时间来命名 或者说 时间加站点来命名 时间加库来命名 这样的话 好一点 你可以知道 它什么时候被问的 行 然后走了啊 那这块的话 我没有指定路线啊 那注意 没有指定路线 这个需要 到时候你就怕找不到了 所以我建议呢 你是加路径 比如说 我加到 入它下面去 把路径给它写完整了 最好最好 不要用相对路径 最好不要用相对路径 因为以后我们跑 都是脚本跑的 脚本跑的话 那它给你搁哪 那还真不好说了 到时候你还不一定想得起来 走 Warning警告 Scaping 跳过了谁 跳过了 The Debt of Typo My Circle Event My Circle 数据库里面的 Event表 给我跳过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表 它是属于系统的一个 视线表 系统的视线表 是一直在变的 那里面内容 一直在变的 所以这边的话 你在导出的时候呢 应该这个表 它属于一个锁定状态 它就不让你去操作 所以这个表的话 我们导不出来了 对 别的导出来了 导不出来 导不出来就没关系 咱不看它就是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去哪呢 去这个加目录下 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文件 LS 有是吧 然后这么来 咱看一下内容 Cat 有内容吧 但是这么地方 看着没有颜色的是吧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这么来 VM一下 有颜色了吧 那同学说保存TXT 怎么样呢 那注意你保存TXT 你是看不到代码主色的 因为编辑器 不会认为它是代码 但是你放到circle文件里面 它认识它 它是circle语句 它就认出来了 你看这里面这些语句 Jopper table if exist 三组表 如果存在了 为什么要删掉呢 因为它后面有键表 它怕你存在了 因为备份要还原的话 它先把它以前的东西删掉 然后再重新创建 这个是表结构 结构有了吧 咱找看看有没有数据 我们那个叫张三 搜一下张三 有了吧 no 张三有了 然后玩五是不是也有了 所以数据和结构都下来了 对吧 结构在上面吧 718这行的 718这儿 后面这个是数据 就都有了 那其中这里面 像这个蓝色的这个字符 它就属于注释范围了 它就是注释 那说明我们这个circle文件 其实已经导出成功了 只不过这里面 除了我们这个虾搞这个库之外 还有其他那些库 就比较多了 好推出来 备份的确是成功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个是备份整个库 把他拿过来 案例 备份整个库 执行的命令 那么最后我们这块 它也是能够看到的 LS 好 在这块的话就有了 这个文件 这个是备份所有的库 全部的库 那这个命令 之前的话 后面基本上也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 咱来做一下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 叫每一分钟 备份一次 test的数据库 当然 在以后 你做备份的时候 肯定不可能是每一分钟 我们这地方 为什么要写在一分钟 因为主要是想 结合计划任务 一起来用 知道他怎么去用 如果你写 每天12点 备份一个数据库 那咱就得等到12点 所以一分钟 咱等一分钟可以 等12点的 就不大可能了 秒上一次不试过了吗 你还要试秒几的 这块呢 咱就一分钟为单位 那现在呢 我们需要先去 干嘛 干嘛 要笑吗 要不要笑 是不是一行面前就能解决的问题 一行面前都能解决 你还要写什么 笑呢 对了 对了 所以这个问题 要保存的路径 能不能写死 如果说你只想看到一个备份文件 那可以 你写死没问题 放计划任务里面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 如果说你这次的备份 把上一次的备份给覆盖了 你这样的备份 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 也没有什么意义啊 所以这一块呢 注意啊 还是通过什么 笑来 还得通过笑交参来啊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这笑 今天上午创成到18了 那么接着往后创建 有个文 有个命令叫什么来的 Mac Mac file是吧 Mac file 来创建一个可执行的文件 那么文件叫test19.sh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我们自己写的一些小命令 太好用了啊 根本就不需要使用tash 在签接mod了 就这么作用 太好用了啊 行 Test19 进来了啊 进来之后 然后 叹号 并 bass 然后里面的话 第一行 第一行呢 咱们不着急 不要先去着急 写这个myself 刚刚myself 这个东西 咱先把文件名给定义出来 先把文件名定义出来 那这块呢 我们先定义一个名字 叫fire name fire name 等于 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会以时间来明明 因为时间只会往前走 不会往后走 所以这个名字 不会重吐 这个比较好啊 这边呢 给他 反映 时间叫data 然后 加 格式 格式这边注意 不大建议各位用这个 百分之后F和百分之后T了 不大建议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文件名 如果你这么起的话 首先他包含了秒 我们是按分钟来的对不对 你包含秒对我来说我不需要 再者就是中间还有空格 而且还有横线冒号 太丑了 咱呢 怎么着呢 我们这么来 年 大Y 然后小月份 月份叫M 然后小D 还有呢 大写的H 大写的M 如果这时候你非得加秒 那OK啊 加秒吧 想加 你可以加呀 我显得丑 主要是写那个符号 和空格 显得丑啊 S的话就给他加吧 这样的话 年月日十分秒 是不是就已经全了 最后组成的是一个 纯数字吧 没有那一符号吧 行 那这样的话 时间就出来了 时间出来之后 后面我们是不是想要一个 点搜口呀 点搜口 不要受其他语言的影响 比如说你学过GS 我来个加号 学过PAP 来个点 你不要这样啊 千万不要这样 直接给他连起来就行了 直接给他对字符上的关联 前面是输出 后面直接给他连上就行了 然后呢 如果说你前面还想知道 他是哪一个库的 那也可以简单 前面再拼一个 比如说 我们要备份什么库啊 TEST库是吧 TST TEST 下滑线 这样的话 我就能看出来了 最后的命名是 TEST加上年月日十分秒 加上DEST 这样看的比较清楚一点 如果说你不确定 这个命令你写的对不对 也没关系 咱呢 这么着 先呢 进入到这里面来 我们把它 FORNAME输出一下 然后呢 回过来 点 TEST 19 没问题吧 哎 没问题啊 先那这个效果呢 就符合我们的要求了 如果你不确定 刚才那个编辑名 起的对不对 你拿过来试一下就行了 反正这个时候 咱没有走计划任务 他也没创建这个数据库 对不对 只是输出了这个名字而已 好了 那然后呢 再进来 进来之后的话 当我名字有了之后 那我们后面要做的就是说 接下来 要去备份了 备份的命令叫 mysoco dump-u root-p 密码给它沾过来 密码沾过来 这地方空格呢 咱就不空了吧 就都不空了 空格 然后这地方空格 要备份哪个户 TEST TEST 然后备份到什么地方 重听下来讲 我们就把它备份到 root 加目录下 然后呢 在里面上谁 到了 发 name 好了 计划任务我们就写完了 计划任务的这个脚本 我们就写完了 好 写完之后 然后出来 然后咱这样 咱先来手动执行一下 看这个文件 待会出不出的来 如果能出的来 咱再去走计划任务 如果说你自己手动都出不来了 那你计划任务也别想到出来了 行 试一下 主要是咱先试一下 看能不能走得起来 那目前的话 我们正想来 先去检查一下 看我们当前呢 有没有以TEST打开头的 搜索文件 TEST打开头搜索文件 没有吧 没有啊 确定没有 没有的话 那咱执行一下 搜 行 然后呢 列一下 看到了吧 很明显 是不是 OK 那确定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这个时候再去干嘛 创建一个计划任务 那就是CRON TAB 杠什么 杠E 杠E E表示edit 编辑 行 然后这块呢 我们就可以去加了啊 每一分钟都执行 几个星 分时日月周 五个星啊 不要扫了啊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要执行的脚本 在root下面 然后 有一个TESTA 19.sh 是吧 分时日月周 那如果说以后呢 有朋友怕忘记这个分时日月周呢 那我给你个建议 你打开你的Linux之后呢 注释 写个注释 然后分 十 分时日月周 后面 命令 你把这个注释写上去 以后呢 你就记住了啊 分时日月周 不来 行 然后后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 等着它去执行了 因为需要一分钟时间啊 这边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图给它沾过来啊 计划任务啊 编写 哎 可以了啊 哎 然后呢 等待 几分钟啊 然后呢 观察我们的这个目录情况啊 啊 目录情况 目录情况呢 是不是有变化 嗯 现在可以看一下 当你现在看的话 好像没有怎么用 嗯 Ls 我们把子看 太子 打开头的 哎 已经出来了 已经出来一个了啊 这个是21分的01秒 执行的一次了 21分的01秒执行的 过几分钟再看啊 咱先 先不看它了啊 因为它一分钟一次 但是现在其实已经出来了啊 是这样啊 嗯 TES的19 来 那现在回头看这个计划任务难不难 有没有同学对这个两个命令有问题的 第二行第三行 哪 第一行注释啊 第二行 第二行哪有问题 TES的为啥放在前面 那个TES的库为啥放在后面 TES的放前面 我只是想说以TES的开头 Souca是文件后缀必须在最后面啊 如果说你想把TES的放时间后面也行 这个无走位 我只是想把数据库名放前面 这样的话以后呢 我看到这个TES我就知道啊 这是TES的数据库的它的一个备份 后面这个时间是指备份的时间 Souca.Souca这是文件的后缀嘛 后缀肯定在后面的 对吧 后缀有所谓 后缀必须在后面啊 咱所有的EXE啊SH后缀不都在后面 所以放在后面 然后这块是时间的注释 这个呢是买Souca备份的一个命令嘛 还有问题吗 这两个命令有没有问题 没有啊 确定啊 确不确定 确定啊 好 没坑 没坑 一点坑都没有 发现了吗 又多两个了吧 哎 又多两个了 那说明我们这个计划任务的效果 其实已经就实现了 计划任务的效果已经实现了 那同样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啊 比如说TES 然后下滑线 最后一个 20 然后呢 23 进去 来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我们TES的库的东西 那一共多少行呢 一共52行 我们刚才看那个整个库的时候已经看到700多行才找到是吧 那么现在我们往下翻 前面大把大把的注释 这是结构吧 这数据吧 没了吧 是不是指定库的 对啊 就这点东西 我们就写了这点东西 当然了 就写了这点东西啊 没有问题啊 行 那库的话我们就备份好了 这个呢是数据库的备份